我在之前已经成功安装硬式太阳能板 几个月前也利用奈米胶与塑胶不将太阳能板加在SUV车顶天窗上 后续也没有产生漏水问题 这次的挑战则是针对一辆2006年款的Foyota Sienna 这辆车没有天窗,且车顶有细微不平整的条纹 如果使用奈米胶可能会损伤车顶器面 必须考虑其他可行的方案 这也是DIY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 根据现有的条件以及找出可以利用的部分来解决问题 并经由动手实现及实验来验证设计 我的安装构想是让太阳能板与车顶贴符 并保留一点间隙 这样一方面能够散热 另一方面也不会在车身留下痕迹 我会将尺寸为80x60公分的100瓦太阳能板两张横放并列 让中间留有约20公分的间隙 两片板子的出现孔位置都集中在这里 在两片太阳能板底部用一片80x25公分的PP瓦能板连接起来 将它们固定成一个整体 接着我在太阳能板四周规划六个钻孔位置 并使用强力铝铁棚磁铁与螺丝结合吸附在车顶上来固定太阳能板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太阳能板前方的固定 当空气从正前方吹入薄薄的边缘 除了会被风掀起还可能会有震动 共振等问题 所以我打算用一片80x15公分的PP瓦能板为太阳能板前方做出延伸空间 再使用一条坚固的铝条加固 铝条的弧度最好还能够考虑到空气动力学 让气流吹过去的时候 铝条能够往下压 考虑到太阳能板前方需要加强固定 我在太阳能板前方与铝条上规划了六个钻孔位置 使用强力铝铁棚磁铁与螺丝固定 并将螺丝往上延伸 再用车顶横杆抵住螺丝 防止太阳能板滑动掉落 接下来就要看实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再接着改善 这次我将使用两片100瓦的太阳能板 MC4延长线及接头 PP瓦能板 强力铝铁棚磁铁 螺丝和螺母 工具方面需要8公里钻孔工具 胶带等常规工具 安装的材料和工具已经准备妥当 我根据设计图开始制作太阳能板安装的前置步骤 将铝条先钻孔 钻出6个符合螺丝孔径的孔洞 再将一张PP瓦能板根据太阳能板的宽度 裁切出80x15公分与80x25公分的尺寸 其中一张是太阳能板前方的延伸 与铝条使用免定胶粘合 确认铝条与PP瓦能板紧密粘合后 再用胶带密封固定 这样就完成延伸的部分 接着将太阳能板并排 将PP瓦能板放至底部 使用胶带将太阳能板与PP瓦能板粘贴 让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强力磁铁与螺丝 先将它们组合成一体 放入太阳能板的钻孔处 最后 把太阳能板放上车顶 透过磁铁吸附在车顶上 将螺丝往上延伸与横杆固定 利用横杆的力量来固定太阳能板 将太阳能板固定好之后 我选用能够承受15A以上电流的电线 这个线径足以通过车尾门跟车顶之间的间隙 并且延伸到车门的下方胶条处在接入车内 这样子就不会有漏水的疑虑 安装太阳能板的整体制作上并不是太困难 基本上一个人也可以操作 不过 太阳能板中间就靠PP瓦能板及胶带固定 这个部分可能要定期观察 探有没有老化脱落的疑虑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试着连接电池来看一下发电状况 这一个是自行制作的2.5千瓦小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当太阳能板接上电池的时候 中间的这个灯号会显示有电源的输入 如果没有在充电时 它是不会闪烁的 而灯号闪烁越快代表太阳能板输入的电流越强 初步看起来一切工作良好 我们还需要实际测试 以确认太阳能板在移动时是否能稳固不脱落 并观察其充电效率 我出发进行一趟车博旅行 打算从加州出发沿着66号公路到德州之后绕克罗拉多州及沿途的国家公园一圈 并在旅途上实际观察太阳能板的运作状况 一、稳固性 一路上 我观察前方的旅条没有位移变形 与预期的想法一样服贴 让太阳能板可以被气流往下压住 整体看来没有产生共振的情况 经过近3000英里的旅行 太阳能板没有产生位移 使用强力磁铁来固定似乎是相当稳固的方案 二、充电情况 而电池充电的情况由原始的30%电量 在经过一个小时的充电后提升到38% 依照这个数据估算 这个200瓦的太阳能板在一天可以补充估计1200瓦的电量 也就是说在夏季时间只要两天就可以把这颗2.5千瓦小时电池充爆 而我的用电量高峰适用于烹饪 一日所需的用电量不会超过太阳能板补充的电量 这让电力系统可以长期稳定地提供我长时间旅行的电力消耗 三、精简及充裕的用电 受限于车型 虽然车顶只能放下这个200瓦的太阳能板 并且我的电池仅有12公升的体积 由于我将电器全部采用直流 避免高耗能用电 加上电池有2.5千瓦小时的电量与太阳能充电 足够我的日常生活使用 这个精简的电力系统不但可以让我将Starlink Mini一直维持在运作状态 保持稳定的网络通讯 也能攻击两颗HomePod Mini成为我车上的音响系统 还有让冰箱持续运作 维持食物的保鲜 甚至 我也用上了电锅及电热炉来烹煮餐点 无余的电力供给 让我的车博有十分舒适的体验 可以不必过度依赖城市与营区 4. 突发状况 当回程要前往洛杉矶的途中 我认为一切很顺利的时候 在快要到拉斯维加斯之前的沙漠 我以车速85英里行驶 超车的时候感觉到车顶有一响 似乎是磁铁吸上去的声音 我到前方的停车区停车检查 发现是因为侧风将太阳板掀起 由于磁铁力量很强 太阳能板马上又吸附回去 但是吸附的位置不在原来的地方 太阳能板产生一个曲折 5. 检讨 我仔细检讨这个问题 在太阳能板前方的六颗磁铁 并没有产生位移 而太阳能板后方可能只靠一颗磁铁的 吸附力才导致位移 需要再增加磁铁的数量 我还想要利用中间的横杆 来产生一个压住太阳能板的力量 然后 再利用绳索把中间的太阳能板 磁铁固定好 让它无法位移 减少被风掀起来的机会 还有另一种可能是胶带被风吹而产生缝隙 我也打算用更强力的胶带来取代原先的透明胶带 接着我就开始着手补墙的动作 6. 改善于再次测试 我先将太阳能板从车顶拆下 使用大力胶带补墙所有原本使用透明胶带粘贴的地方 我还打算用绳子将太阳能板加强固定 所以在中间的PP瓦轮板的两侧钻孔 并增加一个磁铁 并由磁铁延伸出来的穿孔用绳子来固定左右两侧 接着 我将太阳能板装回车顶上 调整好位置 接好MC4接头 再将绳子绑在车顶两侧质感与横杆上 让太阳能板后半步更稳固 如此一来 太阳能板的整体固定与补墙就完成了 最后 我想谈谈选择为什么选择使用太阳能为我的车泊电池充电 一 为什么要用车顶太阳能 当我们进行露营或是车泊旅行的时候 从行动装置的充电到烹饪与空调的设备都需要电力 在城市或营区 我们可以选择接上市电位设备供电 然而在长途的旅行中 不见得每个地方都会有试电 这时候透过太阳能来发电就是最佳的来源 不但后续维护成本低 也相对更环保 所以我个人推崇使用太阳能来为车泊电池充电 有些人会购买携带型太阳能板 在需要发电时就拿出来摆在地面上 依据太阳调节放置角度 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够直接固定在车顶上 行进的途中就可以随时随地充电 甚至于都不必要反复架设 不是比较方便吗 2.无痕安装的好处 虽然柔性太阳能板一直被购并寿命较差 发电效率没那么好 但是在技术的进步之下 柔性太阳能板已经具备相当稳定的发电效率 也比硬是太阳能板更容易安装 我们陆续推出多部太阳能板安装的影片 希望能提供一个无痕安装就可以完成车顶太阳能的方式给大家 当太阳能板能够为你的车博旅行带来好处 透过无痕安装 你可以再次地更换升级 3.我的用电理念 舍去逆变气 直接使用直流电器 减少无谓的电力损耗 让所需的电池容量最小化 评估自身需要的用电量 使用合适的电池搭配太阳能板为它充电 我的目的就是要证明MANVAN或SUV 也能架构一套足以实现VAN-like的电力系统 三部太阳能板安装影片应该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的车型 如果你的车型不适用于以上的三种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会试着研究 rotation 转叩蜧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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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了 转了 转转了 转转转车